小梁同志你好 你好像半年没有更新蜘蛛视频了 是的 因为前段时间蜘蛛加强了 但是第五人格的判定又弥补了这一部分 做了就忍不住要喷 不做就喷不出来 所以这把选择瓦尔莱塔 这把地图旁人街 穷人者选择勘探先知 武女 佣兵 这个阵容是一个高配合度的阵容 首先先知外在特制天眼 他就透视5秒外加预言 使得很难在视野上套路先知 容易被他马拉松 加上一鸟的存在 你布置他 他可以没有成本的远程支援队友 这也是为什么在需要多次后 先知的进入率依旧是第一 武女有八音盒 你追他有减速盒 外加先知的鸟 不追他可以利用八音盒加速修机 或者利用八音盒的减速 摆成八卦阵保护队友 重点是这个阵容 还有当前版本强势的勘探员 追先知有鸟有盒子有磁铁 追武女有盒子有鸟有磁铁 追勘探有磁铁有鸟有盒子 这种有组织有预谋的配合 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情节严重七年犯法的你懂不懂 还搭上一只毛豆直接顶隔盘 可以看出来这个阵容配合起来 可以极大拖慢监望者的淘汰节奏 但是我们是蜘蛛 是一个后机勃发的爆发型追击角色 很容易打破这个铁三角 需选择 求人者选择十字 中场必然是佣兵 外面三角 无论是谁我都能追 所以我们选择右下风左上密码机 因为如果我们选择右下往花坛追 在最上面的求人者 第一时间是没有密码机的 要么等封禁结束 要么跑到左边修密码机 这样很容易造成右半场的三连密码机 而且修完第一台密码机之后呢 如果求人者都集中在左边一侧 很有可能两名求人者的第二台密码机重合了 而至最后台密码机修得很慢 在知道最终选点后 之间的两个点 一个是先知 一个是勘探 如果选择追先知 先知可以在左边牵制 且不干扰密码机 而花坛的勘探则很容易干扰修机 所以我们选择勘探 进入对局 首先我们看到封禁的密码机 并不是我们一开始想的密码机 反正皆有六种刷密码机的方式 其中刷左中位置的情况有两种 那么在武女开局的位置就可能有变化 同时往前看 看不到勘探院的影子 这个点的求人者 较多都会选择开局往中场拉点 因为这样子 就可以跟尖望者拉大声位 也有可能往角落走 这样既可以牵制 又可以不干扰修机 所以我们人往中场走 视角往角落看 如果看到脚印或其他信息 我们就直接进去 如果看不到 我们就走常规 走到中场 向右手边看 看看能不能看到武女 因为这个刷点 武女是有可能打反心理 先去把花坛三连密码机给破译掉 但没有看到 然后往左边看 看到傭兵以及勘探院 确定他们的位置 勘探院已经进入大房子了 追不了 所以我们要去找角落的武女 同时看到先知的确切位置 为什么不直接追先知呢 这个位置离先知太远 它可以提前很多拉点 难占到便宜 不过我们到小楼这边 没有看到武女的盒子 耳鸣也消失了 这样子就证明武女不在这里面 开局就有点劣势了 果断回头 但是不能直接去找先知 看看能不能假装去中场 然后回头靠近先知 起觉优兵看看能不能不交蛛丝逼道具 而优兵有点膨胀 意识不谈 现在距离非常近了 我动了杀星 这里先暂停一下 扩展一下 蜘蛛在优势位置如何摊优兵一刀 以身心医院经典选典为例子 开局假装往中场走 找他队友 这里我们看到优兵 但是我们还是得往鸟笼方向走 让他放松警惕 同时利用障碍物靠近优兵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距离就很近了 这里我们左边架私 逼他往右手边走 同时右边架私往左边走 准备提速 开始给压力 往左边给压力 假装给他一个弹货弯的机会 立刻回头补第三层丝 利用高速摊一刀 再举一个例子 看到优兵 假装不追 等他回头 然后用同样的手法压迫拿一刀 基于此 回到对局 架地层丝 优兵一般看到架私 就会弹顾弯 所以我没打算出刀 直接架地层丝 身体也提前往前走 但是优兵往回弹了 因为我提前往前走了一步 导致身距不够 如果往前弹 我的第三层丝 无论走到哪里 都可以接上 而这把优兵很冷静 在我架私之前 把视角提前调好 一是往回弹 可以骗身位 二是回弹的位置 是个封闭板 三是先知在前面 回到对局 左上角的加速马上就到了 如果追攻兵 代价太大了 所以我们及时止损 尼克伯承斯 往先知方向走 由于前面的麻痹 先知的距离拉近了 我们继续尾随 先知也进入到我们的攻击范围 只是往左边看 看到任兵 以及勘探员 确定他们的位置 勘探员已经进入大房子了 追不了了 勘探员在前面 我们不敢交助斯 手里面一定要稳定 保持50.4左右 准备打爆发 同时 闪的CD好了 注射足够 可以先架一层 拉近距离 看看能不能换杀勘探员 这里我不敢继续架次 因为身上有勘探员的磁铁 如果我这里补丝 勘探员把我晕住 我就白白亏注射 所以继续保持50.4 注射量 吃掉勘探员的磁铁 我们观察一下先知的位置 先知居然没盖板 因为这个距离 我是可以白拿勘探员一刀的 除非勘探员 飞轮磁铁近板 先知没盖板 我的机会就来了 直接闪现落地刀 同时捕丝 左右摇晃刀器 把鸟片出来 贴近先知 等鸟掉 但勘探员的磁铁 断了我的猪丝 手里面没有丝 没有闪现 没有能力换追 只能继续追先知了 先加一层丝 加速裁板 在最近加强中 贴墙放丝 简单了很多 飞轮空了一刀 但没有关系 鼓励刀 带走先知 此时密码机 接近三台 挂上先知 看到中场 还有大房子 密码机都在摇 游民过来需要时间 同时也看到 五里的盒子 先走出来 让勘探员不敢 修密码机 看到五里还在修 那我就不用担心 五里偷人了 继续干扰勘探员修机 同时 游民踩丝爆点 往后退一下 这里出刀 想堵门 但是没堵住 失误了 游民弹荤案救人 先知走位 躲掉我的图丝 不及交私 因为前面有五里的盒子 我们一定要保持 私量在五十点以上 看到减速盒子 怕他跟我绕 我就先踩盒子 变他转点 而勘探员密码机亮了 是有可能怪了OB的 先知往中场走 旁边五里位置比较安全 我们只能继续追 翻窗之后 确定他往左边走 左边都是架死点 拿刀概率很大 所以我们提前架私 不过 我们看到勘探员过来了 这时候一定要反应过来 这一波爆发 必然打不到先知 所以我们眼睛要盯着勘探员 在加第二层丝的时候 给个假动作 假装往前面走 骗勘探员磁铁 然后立刻往右边走 补第三层丝 勘探员没反应过来 直接取擦 我们再补一层丝 拿下勘探 直接换挂 因为此时 先知优兵半血都不能救人 唯有在远处修机的五里 有能力救人 脸上也是一台遗产机 此时 敌我态势如下 先知往散房后面走 优兵往先知方向走 武女在花坛 四个人的位置确定 武女救人的路径也确定 挂勘探员的位置 可以管住脸上的大遗产 以及先知最开始修的密码机 而先知傭兵附近 没有密码机 只能呼摸 武女必定来救 这把优势在我 划舌勘探员后 往傭兵方向走 看看能不能骗个道具 同时也看到 武女密码机没有在摇 再敢深追 不过看到了先知 以及傭兵的具体位置 回头之后看到武女 正常利用蛛丝的加速 减少插刀时间 拿下一刀 武女救人 然后勘探员往平地走 平地我们不能架私 且他手里面有两个磁铁 我们果断换追 往前压 不出刀 骗飞轮 然后等华妹五步用完之后 再拿下一刀 武女的减速盒 是抵消不到三层珠色的速度的 可能有观众会问 如果勘探员回来吸怎么办 这个点位 如果勘探员把磁铁用于保武女 那倒地的就一定会是他 把武女挂上 幽命补完状态 他们的位置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的防御方向是 正前方以及左侧 先蹭三层丝 再补一层 看到佣兵的位置 继续往前走 没有看到摸佣兵的先知 先回去 同时让自己保存三层珠色的加速 佣兵弹过来准备救人 同时把我的丝蹭掉了 不过后面还有丝蹭上 直接砍 这样就可以吃满三层丝 加速插刀的效果 配合上狂暴 刚救下来就可以直接补一刀 勘弹和先知摸好了 方向位置也是可以确定的 他们其用一个会来救 另外一个人去修最近的密码机 我们不着急 先补珠丝 保持三层 往前面压 发现没有人影 回头看到先知 但不急 我们再回去压破遗产机 看到勘弹员在修机 但不急先回去 发现先知不敢靠近 此时对于我们来说 等待变化即可 如果勘弹员不变化 我反复该用密码机 他也修不了 先知的位置也只能挂机 等于外面就只有一个佣兵在修 无理也淘汰进度有限 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 求人者变动即可 回到对局 这里看到勘弹员往远处走 想修后面密码机 那么机会来了 立刻掉头 架思加速 压破先知 打一刀先知 同时看到无理遗产机 并没有在修 往左边看 看不到勘弹人影 有可能佣兵去救了 所以立刻不管先知 回去守移 回去之后 发现没有佣兵人影 往左边也看不到勘弹员 那么意味着 武女被放弃了 那么我们立刻利用蛛丝 回头闪现 击倒先知即可 把先知挂上 发现佣兵修的是 中场密码机 证明佣兵的活动轨迹 应该是本来在修花坛 然后想过来救武女 只不过看到我回去了 就没有救了 然后也看到勘弹员在修机 此时可以直接去找佣兵 利用之前三层蛛丝 先吐一口 佣兵把魔术棒用了 我们再加一层丝 续上三层加速 恐惧震慑 然后看到勘弹员的密码机没有摇 有可能来救先知 回去防守后 没看到勘弹员 那么勘弹员可能想走地窖 不可能走的 因为我是冷血无情的杀手 就先知飞天 击倒勘弹员 拿下四抓 回顾本局 前期逛街 节奏非常不好 中期求人者配合起来 如果冒人按照常规的想法来 平局都很难 但玩间外的 就是得吃锅看完 再先知二度那一刻 精准换挂勘弹员 然后通过地形 反复利用蛛丝 拉扯求人者 让求人者疲于奔命 最后拿下四抓 看完了 记得三连评论加弹幕哦 下期 一兽